大家歡迎來到弱電不斷電 今天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紅外線攝影機與星光攝影機的差異 許多人家裡門口都有安裝紅外線攝影機 但是我們玩帳看效果的時候 外面都是黑白的 沒有辦法分辨歹徒的衣服顏色 車子的顏色 這樣往往會增加名震探柯南的半暗難度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分享 夜間全彩的星光攝影機強大功能吧 我們一般常見的紅外線攝影機像這樣子 晚上的時候一定會開啟紅外線燈 攝影機的前方會看到紅紅的亮燈 容易被歹徒發現並且被破壞掉 那星光攝影機呢 本身沒有紅外線燈 晚上的時候不會有紅點 所以它比較不容易被發現 比較隱密 星光攝影機的晶片照度較低 低到0.001Lux 也就是只需要微光 就可以拍到不錯的效果 鏡頭的光圈也比較大 所以它的進光量會比一般攝影機來得多 夜間效果也會比較好 我們有實際使用一般攝影機跟星光攝影機 拍攝夜間效果讓大家比較 很明顯 星光攝影機的效果好很多 紅外線攝影機晚上的時候一定會變成黑白的畫面 我們沒有辦法去分辨衣服及車輛的顏色 星光攝影機不管是白天或者是晚上 只要現場有微光 拍攝的畫面都是彩色的 讓我們的監控設備更加分 如果我們有分辨顏色的需求 例如我要在馬路口分辨紅綠燈的顏色 或者是現場環境沒有反射物 導致紅外線攝影機的效果不好 例如說比較空曠環境 農田啊山上 只要你現場有微光 都可以選擇使用星光攝影機 讓我們針對今天的影片來做一個重點整理 1.星光攝影機沒有紅外線燈能夠比較隱密 2.星光攝影機的晶片照度較低 鏡頭的光圈較大 3.白天及晚上的時候只要現場有微光 全部都是彩色的畫面 如果各位觀眾朋友 對我們的頻道的影片內容有興趣 歡迎在我們影片下方幫我們按個讚 同時也請您訂閱分享我們的頻道 也別忘記要幫我們開啟小頻道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